2013,DNCICT-P1A,MC第33题 这题只有35%的学生答对 这题问在Aggrophone Design里面 用Array的优势或者好处 A,Can use Modular Approach Modular Approach就是说 将Program打散 分开到几个十Program 几个Module都去写 其实这个基本上在Aggrophone Design里面 有个方法叫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将大问题很复杂问题 将它拆散成几个小问题 拆到这些小问题 直到它们每一个可以独立地 manage 解决为止 其实关于Divide and Conquer 有个很出名的典故叫曹聪称像 大家不妨上去Google找这个故事 究竟跟Modular Approach有什么关系 但这个答案A 跟用Array是没关系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Be useful in Iteration 在Loop里面 用Array就是非常之有用 这个是对的 是正确的 为什麽呢 另外用回上个题 S1,S2 那些Wow Loop那些条件 如果你的St 是等于 那个N的Array 第J格 如果用Array的好处 你只需要透过控制Index 因为它有一个Index 是J 那N是一个Array 那里面有很多格 1,2,3,4,5 你只要改Index 就可以改变 你去refer 哪一格里面的Data 而我只用了一个Variable Name Variable Name 就是N 本身 位置 就全靠Index 去改变它 所以B 是正确的 C Flexible Array Size 这个不一定发生的 用Array 用它用的Memory 其实有些Programming Language 是不能够Flexible Fixed 例如Pascal 就是了 Pascal 那些Array 是Fixed 的Size 的 固定的 你定了1,000格 就1,000格 不能够中途 加或者减 那现代的Language 会好些 例如Python 就会有Flexible Array Size 但这个始终没有绝对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它是用Array 的一个优势或者好处 因为有些Language 是未必支持一件事 而D 用少些Memory 这个又未必是真实 因为 用Array的好处 就可以将一些Data 双类似的Data 用这个有结构方法 去将它Organize 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令到Data Easily Accessible 就是很容易 可以找到某一格的Data 出来 这里可能举少例子 去解释 例如一个Program 我用5个Variable X1 X2 X3 X4 X5 例如它都是 Integer 整数 如果用Array 例如Pascal 就这样 Array 1-5 Of Integer 如果用Python Excel 等于一个List 可能就是 这样 5个Item 下面这两个用Array的做法 很便宜 我们想Access 那些Item的时候 是远远方便 用上面那些 5个独立的Rable Name 因为用Array的好处 我只需要用1个Rable Name 上面那些不行 要用5个不同的名字 写Program的时候就相当麻烦 但是这样又不是代表 用Array 会用少些Memory 即是少Memory 这个5个独立的Variable的写法 那又不是的 基本上大家应该是差不多 即是起码不会特别少了 所以 D 是不对 所以答案 Beepapoy